好,又來到我們的頭處界面,繼續和大家買回5月16日,星期日,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就叫做出賠率後必買之選 看看出賠率後有哪些馬直搏的就來買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場合就是這場的第八場 這場第八場就是我們的二班草地斯加三蘭10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有兩隻馬揹飛的 兩隻馬都是一些當位好的馬,好跑的馬 沙田1000米賽事比較利用大數字的當位 因為在沙田1000米,大數字代表是內檔的,貼著一條欄的 而不是平時的外檔,所以其實大數字的當位就比較好 所以大家都看到,兩個大師傅騎的這兩隻馬在這場就揹飛了 那麥雷拉騎那隻慢士,讀贏只有4.2倍,位置更加是2.0倍 那這隻馬是非常熱的,另外一隻全勝也是 那這隻全勝是6.3倍讀贏,位置更加熱到1.6倍 那這隻馬就是非常熱的,我認為這兩隻馬在這場看起來 其實不是太值得來買,我寧願買回同場上的其他馬 都不買這兩隻馬,而且在接下來的這場馬 有一隻馬的賠率更加是超級好分的 那我都不太理解為什麼這隻馬有這樣的賠率 那在說的馬呢,就是這隻1號的鐵木兒 那這隻1號的鐵木兒呢,這次的賠率是非常之好 那獨贏賠率有23倍,位置更加是有6.7倍 那6.9倍,位置24倍讀贏,真的非常好分 那它的位置有6.9倍,這個賠率完全是好分 那隻10號的萬事叻和11號的全城的讀贏 那所以我寧願搏這隻鐵木兒的位置總好過買10號 那和11號的讀贏了,我認為這隻鐵木兒真的非常好分 那可能是因為這次放了陳家希上去的關係 那陳家希這些冷門騎司可能就導致了這兩個賠率 那但是其實這隻馬絕對是不差的 那而且接下來跑1000米,跑短途 那其實用陳家希這些輕綁騎司來跑呢 都是適合跑的 那而且這隻鐵木兒其實很有實力的 那這隻鐵木兒有多有實力呢 我們一齊看看這隻鐵木兒的賽職先 那這隻鐵木兒其實在今季就跑過很多次了 那今季上面這隻馬就已經跑過8次了 那8次你見到這隻馬跑馬地跑過,沙田草地也都跑過的 那至於路程方面,這隻馬由1000到1200 那都是跑過的 那但是這隻馬最適合跑的路程是什麼路程呢? 這隻馬最適合跑的路程正正就是1000米了 那這隻馬其實他跑過1000的時候已經是贏過三次了 那贏了兩場跑馬地草地,三班和二班賽事 還有一場沙田1000米G3賽事 那贏了大賽的 那所以這隻鐵木兒跑沙田1000米絕對不差的 那我看到這隻馬有24倍獨贏,6.9倍位置 那我也覺得有點意外 那因為這隻馬最基本,人家都贏過大賽 贏過大賽的馬有什麼理由賠率這麼好分呢? 那我懷疑另外一個原因導致這隻鐵木兒 接下來這一場這麼好分呢? 那就是上場這隻馬突然之間跑過第11回來啦 那可能很多人以為這隻馬開始沒有了道了 那所以才有這麼好的賠率 那但是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上場在4月25號的這場馬呢 騎斯是跑得很差才導致這隻馬跑過第11的 騎斯上場基本上我不知道他搞什麼啦 基本上這隻馬好像是沒有騎過那樣的喔 那才導致了他跑包尾的喔 那不知道是不是又在製造賽果啦 那大家可以一齊來看看 到底上場騎斯在4月25號跑得如何 那因為上場他真的不知道在陣上做什麼的 那我們一齊來看看上場鐵木兒跑得如何 那一開閘了喔 那我們一齊來認一認哪一隻鐵木兒先啊 那鐵木兒呢就是這裏的那隻 那紅色箭咀指著了他 紅衣紅帽的 那一齊看這隻鐵木兒上場怎麼跑先啊 在外面位置有標誌未來最出好好學習 賣面紫衫第五位夢想成金 第六位粉紅帽還有疾風敬草 在外面勝利風帆 內蘭白衣有這隻天綠 馬林中間藍衫藍帽小寶 外面翡翠精選 尾四牛角仔 尾三內蘭灰馬競技勇士 外面尾子就是鐵木兒包 尾那隻就是競進天嬌來的 轉回中間前面一對方 有這隻好好學習戴 跟著那隻是標誌未來 跟著扣淚 第三位內蘭位置速遞騎兵 要跟人跑了 在第三 第四加州雷電 第五外面還有勝利風帆 中檔位置粉紅帽還有疾風敬草 在裡面夢想成金 釘出去外面追的馬 有翡翠精選鐵木兒那些馬 鬥到最後三百 埋便好好學習 但是中間速遞騎兵就已經追上來 裡面還有標誌未來 再看到中間加州雷電 韋小波也追上來 外面勝利風帆 翡翠精選那些馬 接近中間速遞騎兵 慶慶退送之下 跑來後面的對手再贏 沒輸過 跑第二名的馬 標誌未來 至於跑第三名的馬 埋便上回來 是那隻夢想成金 至於跑第四名 加州雷電的機會似乎高一點 結果尾那兩場賽事 蔡若翰、莫雷拉 終於見到人了 起了個馬 這隻速遞騎兵 出四場 贏四場 未逢敵手 好了 整場賽事已經看完了 大家見不見得到 巴道上場怎樣跑 巴道上場到底怎樣騎 巴道將這隻馬 一開始 已經是沿途走三疊 之後到處轉彎 這隻馬 直到這隻馬 出去帶外諜 大外諜 來跑 之後 踏到出去帶外諜 之後 看空 這隻馬 他只推 一邊都沒有打過 基本上 沒有騎過這隻馬 沿途走去蝕這隻馬 完全是製造賽果 不知道當時巴道的心態是怎樣 但是很明顯 他這個舉動 就是知道自己一定會輸給速遞騎兵 這些馬 所以上場 就亂禁 很明顯 就完全沒有認真騎過 由於見到巴道上場 其實是亂禁 亂禁 這隻馬 所以我認為 鐵木兒上一場 這個跑第十一的賽則 大家不需要太過重視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的這一場 可以再試一試這隻鐵木兒 因為接下來這一場 你見到鐵木兒的賠率這麼好分 基本上你搏一下他的位置 都是可以的 因為這隻馬 剛剛先都說過 這隻馬 當時是贏G3賽事的 他跑沙田一千米 還要他在這場 是贏哪些對手 大家看回 這隻馬 當時是贏當家猴王 日日精彩 君達星 甚至是標之智能 這些馬 這隻馬 全部都是 經常勝跑級制賽 所以這隻鐵木兒 當時能夠贏得到 他 是相當之厲害的 證明到這隻鐵木兒 是有個質素在 跑沙田一千米 絕對不差 所以 在接下來的這場馬上 我會選擇這隻 一號的鐵木兒 來去搏一搏 因為這隻馬 他的賠率 真的太好分 20多倍 讀贏 6.9倍 這個賠率 我覺得真的值得試一試 所以 接下來這場馬 就會買這隻 一號的鐵木兒 來去搏一搏 好了 講完我們買哪隻馬之後 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場馬上 我們怎樣來投注呢 我認為這隻鐵木兒 的賠率是抵博的 尤其是他位置 所以 這場馬上 就會傾向買這隻鐵木兒 位置的彩詞 駁他走入頭三名 又或者頭四名 因為 陳家熙這個騎師 要他贏馬 真的比較難一點 但是 要他跑入位置 他可能有些機會 所以 駁回這隻馬 位置的彩詞 還有 最主要來說 其實我認為 剛剛才提及到的 那兩隻熱門 10號和11號 這兩隻馬 其實不是很值得 去做大熱的 所以 我真的傾向 選擇 同場上面的其他馬 但是 今次 就提供這隻鐵木兒 給大家去參考 所以 我認為 大家可以買這隻鐵木兒 的位置Q 就去拖回 同場上面 其他馬 來賣 又或者 可以買這隻馬 那些單T 甚至是四連環的彩詞 來購一購 這次的投注策略 就是這樣 如果 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大家都不妨試一試這匹馬 看看這隻馬 能不能夠 走入頭三名 甚至是頭四名 在接下來的賽馬 我希望大家一齊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 贏多些 這條片來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 到 rans